这个周末在Eleven体育家族频道 继续会有精彩的西甲足球联赛要带给大家 而过去曾经在西甲的巴塞隆纳同队过的梅西 还有乌拉圭的国小Suaris 鲍牙苏 当然现在确定在明年新赛季 两个人可能又要在迈阿密国际 MLS的球队来重逢 我们带你来看到 这是Suaris在巴西足球联赛的最后一战 确定和国际迈阿密签下一年合约 即将转战美国和梅西再次当队友的Louis Suarez 本周为目前效力的格雷米诺提出了一场比赛 来到客场出展中段班球队傅明尼斯 这场比赛虽然和真冠没有关系 不过关系着两队各式的排名和南美自由杯的资格 因此双方还是以主力阵容全力应战 比赛第30任分钟一次进取手球 让主队赚到一次罚球的机会 阿瑞亚斯主罚没有问题 傅明尼斯1-0领先 不过地主球迷高兴才没多久 就被许瓦瑞斯狠狠浇了一盆冷水 第43分钟格雷米诺一次快速反击的机会 许瓦瑞斯接到队友的长传单刀直入 单挑最后一道防线守门员 也不慌不忙地晃过瞄准空当的球门轻松破亡 两队战成了1-1平手 才被苏亚单刀直入 惊魂未定的傅明尼斯很快又遭到对手的压迫 Everton冷不防的进区外气叫狗 上半场中调前 格雷米诺已经反超比分取得2-1领先了 比赛来到了下半场 第60分钟格雷米诺再度濒临城下 Guga在防守时居然将Galvo给半倒在地上 赔上了一次12码的罚球机会 许瓦瑞斯四两拨千金 稳稳地将球送进网内 格雷米诺再添保险分 这也是苏亚在巴西联赛的最后一格进球 整计结算17个进球 侧手榜排名在第二 中场格雷米诺3-2赢得关门战 苏亚没开二度 帮助球队锁定最后一阵 和联赛的第二名 风风风光光前往美国 继续他的职业生涯